为什么我要用探讨这个词呢 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 也是让我们学会了一点 就是说敬畏市场 并不是说我个人有多厉害 我做了十多年的投资和金融 其实我也是市场的学生 但是我在这个投资市场 我觉得很好的一点 就是我接触到的都是一些 很聪明的人 很有智慧的人 我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 我能够得到的一些知识和经验 是我在其他的市场里面学不到的 而我个人 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东西 分享给我们GoMarket的客户 包括我们的一些投资人 所以说我就自己的经历 包括我自己的思考 然后当然也是综合了很多 这个圈子里面 这个圈子里面很多 有经验的和有资历的人的一些建议 然后我做了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探讨一样东西 呈现给大家 在经历的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 所以说我本人来讲的话 一直是比较偏乐观的 所以说我今天我觉得我非常 在这个市场里面找机会吧 我给我们看第一页 我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金融交易都是有风险的 并不是适合所有的投资人 并且在这个活动 或者说这个讲座里面内容 我们是个人的财政状况和这个需求 还有目标 阿克斯在今年的被评为澳洲第一的客户服务 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左边有这样一个winner的一个一个角 我们其实实际上做的工作 实际上是很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工作 我们每天要做大量的分析 做大量的节目 然后呢我们也把自己的所失所得 通过短信 通过策略邮件 来分享给我们的客户 并且我们也做 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辅导课程 然后提供最好的软件 给到我们的客户 这些呢 其实我想成为我们客户的这些 这些人都应该有所感受 我自己呢 也基本上所有的券商 都有过这样一些开户的经历 然后在这里面 我觉得我确实也能够感受到 我们服务的用心 那我个人的话呢 是08年开始进入二级市场的 然后开始进入金融行业 来到澳大利亚以后 在金融行业里面进行服务 平时来讲 我比较偏向的 就是通过三组合 然后通过一些跨市场的 这样一个交易模式吧 来寻求账户的一个收益 其实呢 也是我个人 我觉得是在做投资和交易里面 很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很难做到的一部分 有的客户说 我就想知道 怎么去交易欧元或者棒美 其实我们在市场里面 做投资不是去做考试 就是说好像一定要做对 或者说叫做 我就想知道它还是涨还是跌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去确定 但是呢 一些相对来讲 对我们有利益的机会 或者说比较确定的机会 然后这种机会对我们才是 投资和交易里面最有价值的部分 不是我非得搞清楚 它明天是涨还是跌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 趋势还在这个趋势里面 有相关性的一些 一些套利的机会 而我认为呢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 对我们去经营一些投资和资产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我在这之前呢 我也想一起年底 2020年的月份吧 我们还做过一次 后来就疫情的原因嘛 就不能做线下了 现在我们也是在急着去 从线下的这种讲座呢 也开始变成这种网红式经济了 也开始在线上 当时我给出来了一个感觉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 其实有一些就是强弩之末 不太容易去长时间的去这样拉涨了 所以在19年底的时候呢 我给了策略 如果还是买股票 一定要注意是买核心资产 因为小股票可能在跌的时候 来得更快 第二就是一定要 指数性投资的优势 我当时也在节目中做了一些介绍 比如说它可以完美的堆冲大盘的产品 然后它可以很灵活的去操作一些短期的 或者说进行利润锁定的这些操作 第三就是 简直去年大家都有听很多说买黄金 然后这个可能每年主要涨息 然后黄金可能要开始涨的 逻辑局势比较纷争动乱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部分的话 在今年是做到一个比较好的收获和结果 那个我们再看一下 到了三月份 这个市场都经历了一些什么 我特地的去结了一些 因为遇到我可能网术不太好 因为大家现在都在商工 所以我就没有去打算直接 再用我们的这种在线的这种数据 去给大家去跑 所以我就直接把图都截下来 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 一个大的局势下面的一个情况 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三月份大家可以看到全球股指的表现 都是一个 这个热力图的表现都是一个下跌的状态 在西方国家都是红色代表下跌 那么没有几家公司 或者哪个地区是上涨的 但是呢这个其实是三月底最后一天的表现 就是昨天 昨天的表现是这样 实际上大家要知道 在三月的倒数第二周吧 就是那个上个星期五和这个上个星期一的时候 实际上是可能要更差进一件市场 后来就是大幅的收涨 是创始上最大涨幅嘛 才涨到了现在这个不是特别难看的 这么一个图片 8% 9% 我们可以看到19% 像能源板块跌的比较多 左边的是加拿大 右边是中国 中国那个唯一的绿色的标志是网易 还有中兴手机 在右下角呢是澳大利亚 BHP 可以看到也是现在来讲的话 跌了17% 可能之前跌了更多一点 跌到20%多 所以说在全球这样一个在三月里面 他们都是经历了这样一波非常恐怖的下跌 这个幅度这个剧烈的程度完全是写入历史的 美国股指我们讲 美国股票市场好像有四次跌停 这个真的是见证历史了 但是我们把整个的视图放大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S200股指一个月线图 刚开始我们会整个的看一下月线 月线的一根K线代表一个月 我们可以看到在03年和08年 我们做一个连接线 然后这可以代表在市场最不紧急 或者最恐慌的时候的几个低点 可以找到 那么这次澳股也达到了这个地方 达到了就是4400点这个附近 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说可能也就是澳洲股指这些年来 能够达到了最低点在这一条距离线上能达到了最低点 在达到这条最低点以后呢 澳洲股指就开始反弹 非常强劲的反弹 直接上攻到5400点的样子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差不多也有是1000点的反弹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大的级别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股市下跌 它是不是就是说一直要跌到地板上 它也有地板 地板就是在多年来这种低点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主体位上 这就是它的地板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并不是在毫无规律的在走 从009年的低点一直到19年的高点 可以看到它在一个非常完美的隧道里面斜上向的这样的一个爬行 如果有听过之前我们讲座的部分呢 在19年下半年其实我们做过很多次讲座 也就是有这么几个 大家看看这个地方 有这么几根K线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就是市场出现了一些上涨 然后还加速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很难去判断 我们当时很怕客户问了一个问题就是 还能不能涨 还能不能涨 对不对 就像现在说还能不能跌一样 大家都在去找一些就是说极限的一些问题 当时我们说其实涨有风险 但是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投资周期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组合搞清楚 我们如果是看涨 我们什么价格 我们觉得买它比较合适 对不对 然后它涨到哪里 我们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目标位 所以到了7200点以后澳洲股市就开始往下走 但是如果说大家要看日线图的话 因为我今天因为网速的原因我就不打开了 看日线图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真正加速下跌的 实际上是3月9号以后 在之前来讲2月底 又疫情的影响它实际上还收的很漂亮 还是在这个整个的上行通道里面 不能够认定为它就一定要打到这个地方来 或者说整个跌破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找一找机会看一下日线图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股指市场 那道琼斯30 这个股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做了一个这样一个斜上 像的这样一个轨道线 从08年金融危机以后呢 美国道琼斯指数开始下跌 然后在阵地以后就开始往上爬升 爬到了这几年也是可以看吧 在16年11月份以后 特朗普上台 然后道琼斯 基本上是这个 看见没有这个斜率上去非常快 并且天天创新高 天天创新高 那如果我们再用这种 这种就是说大的级别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个地方 确实也会有遇到一些阻力的可能性 即使它再往上走可能就被迪的就更严重 它很需要这么一个技术性的回调 很需要一个回调 我们当时也判了美股真的要回调 不远了 一直给大家提醒 千万不要这个太多的去追涨 要保持理性了 然后呢它跌下来的时候呢 只是说它跌的这么的迅速这么的快 其实2月份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2月份的时候 它的轨道或者说它的下跌呢 虽然有 但是我们认为它可能不会像18年这样走的那么深了 然后它还是会矫正 但是呢到了3月份大家知道 沙特和俄罗斯的原油价格战 一下子把市场就打荒了 美元出现了枯竭 然后市场没有美元以后全部都在抛售 各种变现现金为王 然后把整个的美股就 这样一下就给砸下来了 砸下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就是说特朗普的政治资产 美国股市的大流市 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18000点到18000年这个位置 我们划16年的11月份的话 大概是这个位置 所以说基本上是把它整个的跌幅都跌去了 昨天我们有分析师也讲 所以这叫一马平川 其实疫情是一部分 但是真正导致美股这样基础下跌 背后其实还是有缘由的 这样一个带维系双杀在里面 那么这样的一波下跌以后 美股在这个地方起稳 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 有这么一点点意思 意思就是说整个的16年的跌幅 全部以央行的降息 是吧 然后大力的救市 创始至极的救市 所以说让市场呢 还是能够齐是回事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有效的 这个位置 这个价格它也是有道理的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们再看一下美国标普500 美国标普500 大家可以看到相对来讲 比道雄是要强势一点 这里里面 在比较这股指的时候 也能看到一些端倪吧 也是同样在2月份的时候呢 标普500下跌 但是没有那么惨 到了3月份的时候 就非常的惨 一个月 这一个月前值了 一直的在熔断 然后标普500呢 现在在2600呢 这个地方有点上不去 一方面它正常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压力的地方存在 就是没有那么快复远 第二呢就是说 我们再看一下特朗普支撑这个线 其实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相对来讲 大家看一下就是说 标普500和这个 刀琼斯30的话 那标普500肯定是要跌的深一些 对吧 那个刀琼斯要跌的深一些 那我们再看一下 到那个纳斯达克100 纳斯达克100 就好像更强势一些了 首先来讲的话 从09年 刀琼斯呢1000点多一点 到后来呢 接近这个1万点 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的 像苹果 Facebook Google 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巨头 互联网巨头 走出来一波 极强的流逝 还有像 像特斯拉呀 微软呢 它都属于那些达克成中共 当时我们做一个报告的时候 有讲到说 美国的这个五大 叫FAC公司吧 它的市值已经可以完全买下整个德国的这个 这个叫做股票里面的所有的所有的公司了 所以说呢 我们觉得它的股股值肯定是偏高的 但是在这一次的这样下跌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说其实它并没有像前两个股指那样打得那么惨 那么特朗普置身在这里 五千点 那么它呢打到了四千五的上野 它就往回走了 所以在这个示范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次来讲的话 能源股啊 或者说这些生产制造的 旅游的这些板块 确实受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但是像高科技啊 新技术啊 然后这些呆在家里面宅经济啊 甚至像我们现在用的这种互联网公司啊 Zoom啊 GoToWebinar啊 这些 它实际上还是有利好的 所以整个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拉斯达克呢 比较康跌 这个轨道的通道线呢 其实也能反映出一些问题 就是说拉斯达克是在美国三大股市里面是表现的 还是下跌里面是比较强硬的 我们再看一下啊 航康50 航康50的股指呢 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特别大级别的一个走势 从98年啊 97年98年这些一直往上看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只航康50 走的并不是特别好 这些年也没有长得特别特别快啊 并且呢 在今年来讲的话 航康50 它是比较早就开始下跌的 一方面它与这个中国的这个疫情呢 联系的更紧密 大家都知道 在月底的时候 中国就开始进行了这样一个封城 或者说啊 这样强硬的一个抗疫的措施嘛 啊 所以说股市也受到影响啊 港股肯定也受到影响 然后呢 呃 还没缓过神来呢 没涨上去 接下来又 又受到这个境外 这个其他海外市场的影响 又继续下跌 所以说啊 香港50呢 表现的是非常弱 一度跌到了21000点 21000点 当时我们也看到一些报告说 21000点就跟它破进率 就是跌到净值了 那这个地方的时候 也是获得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反弹 在21000点的时候 就开始啊 往上走 现在在23000点左右 香港50呢 我觉得当时我在做报告的时候 我就讲了说香港50呢 它一般来讲呢 它是跌的比较快的那种 然后涨的比较慢的 就好比去年 去年全世界都在涨 然后香港50一直憋憋憋憋 憋到最后 一两个月才涨上去 呃 但是呢 香港50跌的会比较快 呃 它很敏感 呃 一方面来讲的话 呃 由于香港这种 呃 金金融市场所决定的嘛 它毕竟是在 不是一个这个像 像大的经济体 它是在经济体之外的这么一个 一个市场 它相对来讲 呃 如果说 美国或者是中国市场都需要资金的时候 它可能会把港币换掉 呃 变成其他的货币赶紧回去资源 所以说呃 大家可以利用香港50这个特点啊 这个特点去找一些机会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如果说市场都反弹了 香港50 呃 它可能慢慢又又的就要弹了 呃 然后香港50都要跌了 呃 大家可以看看 哎 其他还没跌的 赶紧关注一下 是否它要跌 就它比较敏感 我们再看一下 香港50指数呢 是我研究的特别多的 也比较关注的一个部分 因为呃 在有中国投资 还有这些做中国股票的投资人 呃 香港50是一个非常好的 对中国股市的一个工具 因为第一 它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资金要求 第二 它跟大盘的走势啊 基本上是可以叫完美重合 呃 后面这个蓝色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 这蓝色的部分就是SSEC 也就是上阵指数的报价 然后呢 呃 黑线呢 代表的是China A50 的一个报价 基本上是呃 重合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18年以后呢 中国开始这个 这个叫什么 呃 可以叫做叫这个蓝筹白马的一个流逝嘛 然后就 嗯 开始有些分化 长得会好一些 啊 长得会好一些 呃 但是同样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趋势线上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趋势线上都是很安全的一些 呃 很安全的一些买点 我认为 这我就我觉得这些就是股市的地板了 因为 呃 毕竟我们生活越来越好 资金越来越 越来越 应的越来越多是吧 公司收入也越来越高 那么呃 没有道理这些 呃 这些股票或者说这些公司会越来越便宜啊 他肯定是越来越贵 所以说 越接越接近这种呃 极限的价格的时候 其实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机会 呃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始 我开始的时候就说 我说我是比较偏乐观的做做市场 呃 然后我会去偏向于去找一些机会 所以我都是在说 呃 到这些集职或者是这些有 这些这些 呃 支撑的位置的一些一些道理和一些背后逻辑 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多投资人实际上 呃做股票啊 做做这些股指也好 其实上他们是不太愿意做空的 包括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做空 我也有做 但是我一般是短线做空 我不会说做空一个月 这样 比如说像今年这次呃 三月份整个的下跌 呃 包括一月份的这样中国的疫情下跌 我都有做空过 因为当时中国A股市场没有办法交易 然后呢 呃 海外的话可以去做一些香港50 那China50去对冲 所以完全可以去做嘛 对不对 呃 但是如果你没有现货的股票拿在手上 你去做空 实际上 你是拿不住的 真的拿不住 啊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要配合你的一个投资组合来做 啊 如果你手上有一些 呃这样的 基金啊 养老金啊 啊 这些东西 今天我也特别强调了 我给我发的一些朋友圈也好 给客户发的这样一个 关于讲座的介绍也好 我都有 我提到过一点 我说其实每个人的情况 真的不一样 有的客户呢 他很年轻 比如说他是一个 90后95后 其实我觉得 对于年轻人来讲 这一波的机场 呃 不断的去 这个这个获得他的一个比较好 所以因为你可以 呃 看到他上涨 雇员 然后甚至还可以这个 通过长时间的购买来 探销他的成本 嗯 但是对于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 呃 年纪大的人的话 他可能 直接面临的就是 我的养老金能不能保证我接下来生活 然后我的收入是不是会稳定 呃 能够让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呃 通过不劳动了 或者说退休了 我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现金流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说他的养老金 呃 在这一次的进 这个下跌里面 禁止受到损失的话 那么他可能恢复的 呃 这个时间成本就太高了 看来说 呃 那也这样 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你又不能完全的把股息卖出 因为你想要的是这些股息性的收入 那么 所以说你做工一些股指啊 或者说 呃 在低位的时候去 在贪销一些成本 都是不错的一些选择 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组合的重要性啊 然后回顾一下 就是今年的三月份 当时这个黄金暴跌的时候 让大家全都摸不到头脑了 黄金这波的暴跌是 呃 什么原因呢 就是呃 美元以外的一切资产都在被抛售 那大家可以看到 美元指数当时是呃 一个一个 反向的啊 跟这个黄金它是反向 直接就冲上去 呃 冲到103 104 再往上涨 然后呢 所有的非美的一些货币 像澳元 啊 棒啊 英镑 还有纽约 啊 欧元都在暴跌 呃 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 呃 很多产品都失效了 就是说 我们当时想 呃 把黄金作为一个避险的工具 然后买黄金 然后呢 呃 买股票 如果股票跌了 黄金砸了 我可以对冲整个收益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说 呃 市场呢 变成了一个 无效市场 呃 无效市场 那这个时候情绪读到一些 所以说 呃 除了这样的一个 呃 这样一个配置以外 我们还要灵活的去调整 啊 一方面调整 就是说 我们要找到一些可以去啊 积极应对的办法 积极应对的办法 接下来可能市场还会有暴跌啊 还会有暴跌的话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现在有什么办法 如果再跌一次 再跌下去个百分之二三十 你还能不能受得了 啊 在这第一轮里面 我们觉得讲 已经结束了 已经起稳了 那接下来呢 有没有想过 那今年的话 我们讲暴跌的比较惨的 像航空啊 旅游啊 当然也有暴涨的 像医疗啊 疫苗啊 消毒防护啊 最近又炒了一个呼吸机 啊 其实这些就是说 你需要灵活的去做一些呃 配置 然后第二就是说 呃 看一下就是黄金 当时是有这么很强烈的一波下沙 很强烈啊 当时基本上很多人认为 黄金的流失已经结束 要 这个 要 要 要 这个 暴跌了 然后客户赶紧就发信息问我 说啊 怎么办 还还能往下跌多少 呃 我我一看 我说 我感觉黄金这一轮呢 基本上 嗯 没有太大的空间可以走了 我说你如果跌破1445 1446这个价格 啊 你在做一些啊 追空啊 或者止损都可以 但是没有跌破之前 你先等一等 啊 多看少动 果然过两天呢 黄金又收回去了 还是回到了1600的价格 所以市场还是会恢复正常 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 第一 呃 你要理性 第二呢 适当的去问一问 别人的看法 或者说有经验人的想法啊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的资金一定要安全 就是说 你不能太过度的去 让你的这样每个头寸放大 这样的话 即使你看对你也做不对 你可能会 一个暴跌你就打掉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经常给客户做培训的时候 第一刻就是知道 就要教会他们就是说 你在面对的市场 交易的 这样的一个标题是什么 你所面对的风险敞口是什么 你再去谈怎么去做交易 不然 你 接下来的事情 基本上都会 都会犯一个很简单的错误 然后第三就是说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 就是说 像基金和养老金 在熊市中赎回 是不是一些好的办法 这样其实也是 涉及到你投资组合的问题 那么 前两天有个客户问我 他说他想在 这个时候把养老金 或者说他的基金 给 这样赎回 我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 第一呢 如果你还很年轻 对吧 你在这个低位买 卖出去以后 你回头 你再买回来的时候 你还会问我 Austin 你觉得现在可以买了吗 还会不会跌啊 所以很痛苦 这个东西很痛苦 如果你既然是养老金 和基金 你就不要去想了 你就不要择死 对不对 你就 用你的时间 用你的时间 用你的不断的收益 他需要他的成本换去 他上涨的空间 还是会有五倍十倍的 这样一个回报等着你 对于这些产品 一定要耐心 那第二呢 就是说 还有像我们这样的一些圈商的 其他灵活的产品 你可以去做一些配置 比如说你认为在这个地方 我想赎回 可是呢 我又不想 不拿今年的这个股息 不知道他到时候 会发费我多少钱 是不是 完全可以在我们这边 做一个账户的一个对冲 并且呢 也是一个 就是说比较安全的一个对冲吧 这个我们可以接下来一点点 一点点分析 然后呢 在全球的这样一些 央妈疯狂输血 然后轮番的降息 再加上财政呢 也给出了最大的一个 刺激以后啊 股市在三月份 终于开始回复瓶颈 在回复瓶颈的这个时间 其实大家看一下 也是很有很有叫什么 很有意义的 或者说在 在市场里面我们讲 还是 或多或少 还是有一些就是说服力的 就是他基本上会在最后 一两周的时候 终于把这波急速的下跌 给杀完 我之前也讲过一个笑话 我说现在聪明人太多了 什么意思 就是你想收割这些韭菜 其实不容易 那怎么办呢 只能让他犯错了 他犯错的办法就是说 第一让他恐慌 是吧 其实你回头看一下 如果你在三月中旬 就你的三月初没有卖掉这股票 或者没有做空的话 其实到了三月中旬的时候 你卖出基本上就卖到最低点了 因为后来又涨回来 但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很难熬的 很难熬的 要不呢就是之前 在整个投资这个组合里面有所设计 我当时我就想清楚了 我看到了利润和风控点在哪里 要不呢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耐心等待 甚至呢 在一些关键的位置的时候 采取一些反向措施 这个具体的这些财政呢 还有这些降细的新闻呢 我今天就不在这里去给大家读了 因为我相信最近大家在所有的朋友圈啊 或者是台积媒体里面都能看得到 确实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极度不确定性 或者叫极度艰难的一个市场环境吧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激进的方案 根据这些方案呢 我们也可以接下来展望一下 我们应该采取一些策略 不知不觉我都讲了三十五分钟呢 我感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不错 好 我们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就是说 回答一个问题先 就是之前问我 很多人问说 降息能不能让经济变得更好 其实呢 尤其在这个美联储一次性降了 50个BP 100个BP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降息能让经济变好吗 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降息 然后减少流动性的危机 把金融的降流危机控制住 与控制疫情呢 它并不违背 并不违背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难道降息能让经济变得更差吗 对不对 现在 有了这些思考以后 其实大家就明白 降息虽然在当时 并没有让股市立刻反弹 立刻反弹 实际上我们在时间节点上 可以看到是在财政的一些数据 财政的利好 然后还有就是这些 叫做疫情的数据开始 增加的数据开始放缓 然后股市就反弹了 只是说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点 给它一点时间 让子弹飞一会 对不对 然后呢 在在这里 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接下来的一些 就是说 目前来讲 我在这个三月份里面 面与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吧 我认为就是悲观者正确 乐观者富有 为什么这么说 很多人呢 都会说 还要跌 还要跌 这个经济完蛋了 世界不行了 这是很悲观的一些看法 但是呢 好像说的这些人呢 他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其实我 我并不觉得 因为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说 你在嘴 嘴上说很容易 但是你自行合一 却很难 如果他这么看衰的话 你问问他 他有什么样的办法去对冲 或者说去做空 或者说去获取收益呢 还是说只是 这个给大家去 煽动一下恐慌的情绪呢 对不对 我觉得 就开始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下杀 从446块钱的股价跌到了89块钱 打个两折 您说 该不该摆 我觉得 100块钱的波音简直不要太合适 对不对 其实呢 波音这家公司也是道雄师的一个典型代表 或者说也叫川普概念股之一 他在波音给美国的整个市场 实际上是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 一些我讲叫做就业 对吧 工业制造 国防 贸易 顺差 这些都是波音这家公司 他独特的一些一些卖点 或者说他在美国的一些优势 那么 在这样的一个公司被 被市场急剧打压和这个这个下跌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大家 如果说说上有仓位的 其实当时在我们的一些 在我们的一些提示下面是可以进行一些参与的 当然如果说接下来还会有这样的价格的话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至于说他会不会 像这样雷曼一样破产呢 或者说像之前08年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过于去担心这个问题 毕竟第一 它是制造业 它解决大量就业 它是核心的一些科技的 还是国防的一些部分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这个是我当时提示过 我觉得很好 参与机会 那第二个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今年我在12月份和1月份的时候 就强调我说特斯拉是一个 未来的新物种 并且呢 现在特斯拉可能就是08年的苹果 大家可能都知道 现在年轻人觉得 其实干什么都不酷 你说这买个车 好像 买个车已经不是很酷了 但是说买个特斯拉 或者买个电动车 让它自动开一开 我觉得还是蛮有 对吧 还是蛮抓眼球的 那特斯拉它这个公司呢 确实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了解下来就是电动车 就两种嘛 特斯拉和其他电动车 对吧 在今年 实际上已经被资本热炒一波了 当时涨上去的时候 从400多突破上去的时候 当时我们 我们就说哎呀赶紧的 可以买 看到1000亿是没问题了 就是市值1000亿 市值1000亿大概600多块钱 没想到过了600多块钱 又冲到900多块钱 是吧 这次呢 因为疫情的原因 直接打回来 达到了起当点 达到起当点 也就300多块钱 400多块钱附近嘛 然后就开始反弹 所以我觉得特斯拉 也是个很好的机会 毕竟在接下来这几年里面 我觉得它是一个 被大家要 极度关注的一个概念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 像特斯拉什么的这些股票操作 下游难度 可以看一下像科技板块的这种 拉斯达克指数啊 或者是 相关的一些概念 还有一个就是 Quantus Quantus是澳大利亚的 这个相当于是澳大利亚国航 我们在澳洲的话 基本上去各大城市啊 还有就是出国 基本上都是要做Quantus飞机 他这段时间因为受疫情影响 也是打了三折 跌得非常惨 现在当时是在两块多吧 我记得在两块的时候 两块钱的时候 我发了 给客户发了 我说两块多是 Quantus 不可多得的一个好价格 这个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 可以关注 这种机会其实挺多的 这也是一些历史性的机会 还有一个原油 这个是布伦特原油 布伦特原油的话 这个图是我前 昨天是前天节了 他刚刚突破这个下跌趋势键的时候 然后最近呢 因为川普和那个俄罗斯不打电话嘛 然后涨了一下 但是因为需求市场压制的一个情况吧 还是没有 这个能量往上涨 但是呢 我觉得在长期的趋势来看的话 原油绝对到了一个很很合适的 或者很可观的这么一个投资价格区间了 并且他也比较灵活 比较灵活 在GOMAX买原油的合约 现在是有利息的 还是有利息的 所以说 如果有资金的和 有这样一个财力的朋友 可以配置一点 对不对 配置一点 这个原油也是一个部署 这个还有一个澳元的日元 澳元的日元 在这一次的下跌里面是 也是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的机会 3块9 我记得当时我朋友圈都刷屏了 所以说澳币对人民币跌了3块9了 大家赶紧 我当时就想 哎呦 我跟买点啥呢 我是去买个豪车 还是去买块名表 还是去买一个奢侈品 你看不行啊 没那么多资金啊 对吧 赶紧的去换一点吧 就买了一点澳币 买了点澳币对人民币的合约 其实呢 这种这种机会 我觉得比08年的那一波 你看08年的这一波 澳币下跌的时候 也就到了 4块12嘛 然后现在呢 打到3块9 所以 可以买点嘛 对不对 相当于在今年 1月份买房的人 或者说买大型的这样的 邮轮的人呢 和汽车的人打了一个8折 还是挺合适的 这也是我们能够 在市场里面找到一些灵活性的机会啊 接下来呢 就是要聊一聊就是说 好疫情 接下来我们的市场 是反弹 还是反转 我们先看一下 短期来讲的话 短期我认为呢 就是说市场的波动率开始降低了 大家可以看看VIX 也可以看看 美元指数啊 也可以看一下像 美元的日元啊 这些 它的整个波动开始 去缓 然后 股市最近大家也看到 不会像之前那样 说猛涨猛跌啊 可能也是 在一个区间里面做整理 想跌了 不会跌太深 想涨了又敢 又不敢涨上去 这些都是波动率在降低 流动气风也在缓解 市场出现了买卖的这种 这种叫做什么 这种分歧 那么 不是一股老的卖出了 金融市场呢 开始稳定 那三月底呢 就明显的见到好转 那么我觉得短期就是 首先第一 你要保住好你的账户 保护好你的账户 做好一个 资金上的一个 一个安排 那么 最近呢 短期来讲 我觉得是要乐观一点看 乐观一点看 就是尽量不要去 对 甚至呢 做一些布局 这是短期的 那么 当然了 大家一定要保持健康 我们现在都在家办公 那中期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会冲击到实体经济 影响到的这种企业和个人 还有政府的收入开始 开始出现 可能这个大家这个这个存款用光了 或者说 这个招人的企业也不 多了 事业的开始增加了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其实要考虑一下 就是说 我是不是要减少一些固定资产的投资和长期固收类的产品 我打出一个字 长期固收类的产品 然后这些产品实际上来讲的话 对我们中期阶段并不是特别有帮助的 因为如果说 因为如果说接下来你的收入不能够很好的去改善 那么他会大量的吃掉你的现金流 是吧 让你没有灵活的资金去参与市场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中期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在自己做产品选择的时候尽量灵活一些 然后不要在这个时间去大量的去什么抄底地产这些东西 地产的下跌和股票的下跌 它的周期是不一样的 地产的下跌往往要晚于实际经济6个月 记住我的一句话 地产要晚于实际经济6个月 但是股市要提前6个月 所以说股市会在最坏的时间之前就开始下跌 但是在最坏的事情快要过去的时候 股市就已经开始涨了 那么长期来讲 其实是对我来讲 对我们很多人来讲 都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话题 因为在这一次疫情的情况下 我们发现了太多的文化冲突 是吧 政治地狱 这些遗留的问题 可能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会这个放大 什么时候开始会减少 那在海外的华人可能还会受到一些 像种族啊 文化认同方面的问题 说实话不是特别好判断 不是很好判断 但是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 到了长期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波刺激以后 就是说在刺激这段时间的强力刺激以下 接下来我们 接下来我们的实体经济 到底会交出什么样的答卷 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吧 如果说实体经济的创伤非常强大 那么肯定会影响到 会影响到我们 那么这里面也其实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长期来讲我们会不会马上看到 会不会马上看到一个再创新高的股市 如果不能 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接下来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 关注一下我们 我们会不断的去在市场里面寻找机会 然后调整策略 帮助你做一些这样的指引 那么 长期来讲我觉得对于 年轻人来讲 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对于年轻人来讲 因为什么 资产的这样的暴跌在周期性来讲 一般都是5到10年一次 那么 我算了一下 基本上90年95年出生的人 在这个阶段应该有一些积蓄了 所以说他可以用 像7则8则的价格买到一些比较好的资产企业 那么相当于是可以回到5到10年前 与当时的人再来一次财富的赛跑 所以我觉得要把握这个机会 年轻人要把握这个机会 那对于养老金的这些 就是买的持有的这些基金比较多的人的话 那这个时候也要去想一些对策 那这个我们可以单独的去跟您聊一聊 那我的建议呢就是说 要做一些灵活的配置 要做一些灵活的配置 尤其在市场在急速冲高的时候 我们不要盲目的乐观了 第三呢就是 如果市场出现疫苗和特效药 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转迹 那这个时候我们所 所针对的这些这些策略 也要赶紧来做调整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特效药啊或者什么疫苗是谁出来的 是吧 然后 哪个公司的 然后是 是中国先做出来还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 接下来会影响的非常深 在里面 其实也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些的话 我觉得大家跟我们一样啊 是 特保持观众 今天呢 我也讲了 讲了五十分钟了 嗯 讲了五十分钟了 然后现在来讲 嗯 这样吧 我今天先把这个部分跳过去一点 然后直接讲 我觉得最近的一些 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机会吧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做股票投资的一些 方法 第一就是风险要对冲 不能够做单一的这么一个市场 或者说单一的堵大小 不能单一堵大小 一定要去想办法去了解股票 和股票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 啊 做一些分散 然后呢 要摊薄成本 就是有的客户一上来就满仓干 啊 一千块钱 一共的一千块钱 结果全部投进去了 啊 如果说资金太少了 不太适合做股票投资 如果说资金大的话 不要着急全部下仓 啊 三步走啊 三步走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 把握这个机会是还是不错的 在未来收益 啊 还有就是原油的多单埋伏 我觉得 有的人说原油不能做多啊 不能做多 我觉得要看你是 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啊 嗯 最明确的办法就是什么 等原油涨上去以后再做多啊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小博打 对不对 如果说你算好了 你这风险头寸 你认为他会跌到五块钱十块钱 你要保证在这个价格你都能承受的话 那实际上第一原油的多单有利息 对不对 第二 找上去的话你可以用最小的成本 获取最大的收益 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布局 并没有问题啊 并没有问题 我们讲在市场里面不要听别人说 要听别人要看别人做啊 因为什么你就拍下筹码那一刻 你才是这个市场玩家 否则都只是说说而已 说说而已的人 我们也就是一笑而对峙嘛 第三就是金银价格比也创新高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大家都谈到黄金的时候 这个东西其实也很有意思啊 就是说白银的价格现在是极度的下跌嘛 因为白银它就有一些工业用途 就是说它跟黄金不一样 黄金有货币属性啊 有收藏属性啊 是吧 那么白银呢 它是有工业工业价值的 那白银这次的价格跌得非常的快 但是呢 黄金还是比较坚挺 所以说让他们之间也创下一个 历史性的一个价格比的新高 有两种方法 有两种方法去套这个利啊 第一种就是你觉得 白银什么价格的时候你能够接受 我认为啊 我测 我查了大量的资料 我认为了黄金白银的价格的话 最低也就11块钱到12块钱之间了 这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买点 也相当于是个生产成本吧 流通成本的话呢 大概13块5 13块5 现在大概是43块9 所以说白银的价格实际上不是很贵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历史的走势图都不会很贵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这里面还有危险 或者说有风险的话呢 你可以啊 做空黄金做多白银啊 这样的话做一个对冲啊 你只要算他们的笔子回归正常 算这个部分 5% 5% 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做一波广告 还有5分钟 我看还有80个人 还是500个人 好 这个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就不怎么看一下啊 我看有没有问题 好 有点卡 有点能不能说一下 好 那今天的话实际上大家在这听这个讲座了 到最后呢 我就做一下啊 我们 GoMax的一些一些服务的一个梳理吧 就是从系统化的课程 一直到系统的建立 和您策略的一个 一个 一个 策略组合的一个 一个叫什么 设定吧 都会有相关的 都会有相关的服务 这里面的话呢 也是我们 悉尼和墨尔本在持续去做的 然后现在 现在因为是有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培训呢 做到线上来 然后对我们的IP客户 我们会发一些 就是说那种 单 都单想的链接 就是 他会看到我们这样的课程 要求就可以参加 如果对今天的讲座内容 没有太听清楚的 好像因为是网络的原因吗 然后大家可以到YouTube上看一下 看一下我的节目 我们GoMax会发布这个节目 那今天呢 我的讲座呢 所有的内容就讲完了 当然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 我因为时间的原因呢 我就不做 不做延展了 因为这个月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交流机会 好 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发现什么 还好 好 我看到了几个 说 油轮股 还有一个是原油 应该做期货 应该做期货 还是公司 能不能说一下 好 我先回答一下原油的做期货 还是公司 原油的话呢 就是说做公司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很多 这种能源型的公司 现在跌的也是很惨 像澳洲的 伍迪赛德 WPL 也是 比较比较惨的 然后其他的 像 这个 美国的一些 大的 大的 这个美福安侨牌 英国的 都跌的不错 如果你觉得 你比较喜欢做股票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的 可以去买一些的 当然我觉得 最简单的方式 也是 就是资金要求不是特别大的 其实可以买一些原油现货 一方面还有利息吗 因为我们现在高马克思 它是有正向利息 什么意思 就是你只要持有这个合约 每天都给你利息 这个是不错的一个配置方法 还有就是 其实还有一些股指 像 英国股指 英国股指 最大的背后的这些公司 都是一些能源型的公司 所以说 如果大家认为 能源5K反弹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英国富士100 英国富士100 这个200是否有做空机会 这个200的话 今天是又是有一个震荡 但是呢 最后我没有看 就是刚才我没有看 但整体来讲的话 就是现在受阻于上方的一个 5000 应该是5400点吧 然后就像标普500 受自己2650点一样 它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压力 它需要一些情绪和一些驱动来冲上去 那么 如果你是趋势交易者的话 你可以 先不要做空 如果你是震荡型的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区间那边 做一些震荡 比如说逢高空逢低多 这样的一些操作的话 我觉得 可以 因为短期来讲的话 你只要保证你的每一笔交易 它的性价比 也就是说你的止损 比如说是100个点 你的利润至少达到100个点以上 你就可以去尝试 这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嘛 就是说市场现在来讲的话 再去大幅追空 其实上不安全的 因为情绪方面 包括政策方面都开始缓解了 它其实跌下来的时候 应该也勇敢去买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澳元对美元还会到5.5吗 0.55 澳元对美元现在是一个比较弱势的 还是比较弱势的 就是 涨上去的这个力量不强 空方的力量还比较大 占主导 但是它会不会再像之前那样 因为美元的流动性的问题 然后大量的去换美元 抛售一切资产 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我认为不会 我认为不会 美联储给出了很多的政策性 然后昨天的 Joy也讲了很多 关于美联储政策 甚至到 细节性的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录像 所以说我觉得 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的风险 现在应该是有控制的 只是说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经济危机的风险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两个概念 UKD 买入库存费 和您说的不一致 是负的是吗 我看一下 我记得前两天还是正的呢 好 这个买入库存费的问题 我们要这个密切关注 我记得好像一直都是正的 所以我才是说是正的 并且呢 我目前来讲也是看了很多平台 然后如果说我们Go这边与其他平台 在有比较大的出入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去找最优报价 然后把这些 把这些 库存或者说这个报价 的点差做到最优 这个您可以放心 您可以放心 对于原油的这样一个配置来说的话 我们始终相信一点就是说 现在做空的风险要大于做多的 要大于做多的风险 你可以不做 你可以不做 但是如果你想做我觉得 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老禅是或者无老式的买入机会吧 就是你只要付空调资金风险 资金风险 比如说你100块钱干100块钱的事 你就没问题 因为不会人免费把这个油送给你的 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 我觉得 不要完全听那些在市场有不派筹码的人 去教你怎么做交易 没有用的 了解我们的客户都知道 我们是把自己的交易拿出来给你看的 或者说把我们自己的账户赶给你看的 就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学到东西 好 今天讲座正好一个小时了吧 一个小时多一点 好 感谢大家的 感谢大家的参与 感谢大家 哎呀 非常难得啊 到这个时候还看到这么多人 他们不会是群中演员吧 我有点受死若惊啊 这么多人 希望尽快的与大家能够做到面对面的交流 我觉得对着屏幕讲 还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好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OK 我这会呢 我就准备要关闭了 然后 感谢大家的参与 Thank you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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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